去年底在新北市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校园割警命案 行凶的少年在事发前半年多 才刚离开少年官护所回到学校 没有想到再次犯案杀害了同学 最近检方已经将涉嫌行凶跟教唆的两名少年 依杀人罪来起诉 不过因为加害者未成年 依旧只能够以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处分 不但是刑则轻 执行完毕甚至不会留下前科 这不止让被害家属不满 更先请了社会检讨声浪 有人提议要修法 对于恶性重大的未成年犯罪加重刑责 甚至有人主张应该要废除少年事件处理法 不过却也有专家学者认为 严刑俊法其实没有办法解决少年犯罪问题 那么到底青少年犯罪该如何来处罚 而家庭父母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新北土城一名国三男学生 惨遭隔壁班同学持戾气攻击身亡 行修少年共称是要帮干面美出气 我每天都在祈祷 就是说请有众神能够帮我 让我回到那时候去解救我的儿子 我只希望那弟弟会来而已 一把利刃跨破三个温馨家庭 2023年12月 新北市发生一起国三生杀人事件 不只震惊社会 案发至今 被害家属依旧难以接受 真的我觉得 怎么会莫名其妙在学校就被杀了 这是我一直不愿意去相信的这件事情 坦白讲如果说 不要依据现在的法律 就是说撇除掉所有什么少事法 什么一大堆有等类的 我当然是希望是以命尝命 可是我知道这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只不叫父子过 家长应该要有责任去教导你的小朋友 你就说我管不动他 这样就好了 一二三 拒绝过度袒护加害者 好走 再一个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痛 往往只有透过司法 还给被害者与家属一个公道 然而这起国中生割警案 却因为加害者年仅15岁 不是用刑法 而以少年事件处理法代替处罚 结果却引发社会反弹声浪 发生这种处理的话 那个孩子的家长10个里面有11个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那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不是都很危险 因为加害者的家长一定不希望这个学校知道 他的孩子有这些前科他才会转学嘛 但问题是你只想要保护你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其实是有点恐怖的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再从少事法出来 其实你只是让他们在外面逍遥 随着事件在网路上发酵 地方人士纷纷站出来替被害家属发声 有网友甚至开始肉搜 并公开事件中加害少年的个资 只是这些情绪性的指责 能对事件本身产生什么帮助 而少年事件处理法真的是未成年加害者的保护伞吗 事实上少年事件处理法与一般刑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一般刑法依据行为人的犯罪轻重 分别有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且都得在监狱服刑 而少年事件则是依照处法情况 可能交给家长带回管教 或是送到少年官护所收容 但是不能超过两个月 又或者转介到矫正学校进行辅导 而调查审理过程皆不得对外公开 少年事件处理法针对的是12岁以上到18岁以下的少年 我们认为说少年第一个他会犯罪 自己的原因其实没有那么高 受环境的影响包括家庭的影响 同财的影响学校的影响比较容易产生 所以他们的犯罪被改变的几率 就是现在犯罪未来不犯罪被改变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在未成年期间的话 可能他的养成也好或他的长成也好 是需要社会很多很多的帮忙 那少师法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因为不是每一个少年都能够顺利的走上一个 我们期待的成人的路 那这条路上如果说有一些颠簸的话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透过国家的方式来尽量的去协助他 能够走上一条对他来说是比较有发展的路 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差异 造成部分民众有所不满 甚至引发被害者家属的质疑 因为可能我们自己速度的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不太理解这种东西 为什么犯了这么重的错 还很自信的就是说法律会保护他们 如此的嚣张的行为到底要挑战司法的底线 到什么程度 现在的法律 不管是成人法什么修复式司法 保护的都是加害者 也就是说站在被害家属的立场 无论是刑事责任或是无事求偿 少年事件处理法都无法顾及他们所期待的正义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 这种以保护代替处罚的方式 究竟是帮助青少年 还是反倒害了青少年 当我们少制法这么的保护少年 那成年人也知道 未成年人也知道 原来少制法都在保护我 或者原来法律都在保护你们 反而加重了 或者是说增加了少年 被拉去做犯罪的危机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去思考 少年事件处理法 你真的保护了少年吗 还是你的这个法律反而害了少年 但也有人觉得 对青少年处以重刑 并不能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我也要特别强调 少年事件处理法 它的关键点在于 尽量避免让少年 很快的掉到刑罚上面去 如果你犯过一次错两次错三次错的人 他会因为你加重他 他只会感到无希望感 老实说他只会觉得我越来越没有机会 那当人在那个末路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穷途末路 不知道要如何去何从的时候 他唯一能够有的伎俩 其实就是走回老路嘛 对其实我们都有情绪 如果要全面性的把少事法变得比较严 我个人是觉得是反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少事法的 积极的效果效用 还是希望我们透过一些些方式 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改变 关于青少年的犯罪问题 除了法律之外 还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视角呢 打石机轰隆隆作响 工地扬起一阵阵粉尘 身材瘦小的小凯戴着手套 双手紧握15公斤重的电动打石机 一边听着师傅的指令 一边剔除瓷砖 少事的工作因为是家里的 那个经济条件不太不好 家中有三个兄弟 就是哥哥跟弟弟 就是因为家中就爸爸的工作而已 然后妈妈是那个家庭主妇 少不小孩 所以我才选择说 错学出来工作 今年14岁的小凯是一名国中中错生 一家五口租屋在新北市 因为家庭经济段况不佳 让他提早步入社会 分担家计 只是未成年又中错的他 求职相对困难 幸好透过学校辅导老师 及社工的转介 加入新北市少年陪力发展中心的 工地实作课程 我们会有实习津贴 对那一天的话 就会是八百块 对那我们是采当天限领的方式 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工班的课程 更贴近现在社会上的工班 事实上像小凯这样的家庭 在社福体系称之为退弱家庭 那这个家庭针对政府的规定 就是包含有贫穷犯罪失业 或者是药物滥用 或者是家里面有未成年的小孩 去照顾更小的小小孩 或者是家里面有严重的 身心障碍的孩子 需要被照顾 或者是家里面照顾的功能 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些种种可能会造成 家里面有比较高度的风险 长期辅导更生少年的江源凯 进一步说明 不只脆弱家庭 即使一般家庭一旦经济状况 与照顾功能出了问题 都有可能造成未成年子女 入入歧途 这些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早期的挫败 或者是暴力的管教 或者是不当的疏忽虐待 等等孩子就会发展到这里 他可能就从这种弱势的孩子 其实他有关怀需求 但是没有关怀 到最后变成高风险的孩子 那最后高风险的孩子 就变成犯罪的孩子 从事青少年资商 多年的心理师分析 青少年的犯罪成因 多半源自复杂的家庭 与生活背景 除此之外 这些未成年孩子犯罪的背后 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涵 他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个召唤 召唤这个社会 或召唤有人能够分担 他过去曾经受虐 或曾经感觉到很恐怖的经验 他们希望这个人 能够经验到跟他同样的感觉 跟他一起去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可以帮助他整理出来 这些状况情绪 以及他现在的行为是怎么来的 换句话说 看似十二不赦的青少年加害者 小时候也可能是个被害人 我们其实所有服务的更生的孩子 看起来他们现在是加害者 其实他们过去 很多孩子都是被害者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在面对到他们所犯的错误 别人对他的指责 他甚至会想到说 过去当他们被害者 被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得到指责 心里面是愤怒 所以其实他们很少 有被倾听跟同理的 这样的机会 家庭的样态 深刻影响着 每个孩童的人格养成 如何避免让高风险的孩子 走向犯罪之路 才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议题 其实我们在少年法庭也好 或者在少年事件的处理里面 其实面对最困难说不定不是少年 而是少年的家庭 是少年的父母亲 他可能是失能的父母亲 他们父母亲其实不愿意承认 他们没有办法去 好好地照顾这个小孩 今年来政府为了预防类似悲剧 一再发生 积极结合民间社福机构与学校 定期举办亲子教育讲座 给予失业补助与支援 好让这些家庭可以在压力之下 获得一些喘息 如果有些家户 他们本身真的在教养上面有困难 我们也会安排像职能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到家里面去服务家庭 帮助他们怎么样去改善 跟小孩子的互动方式 或是提升他们的教养的一些方法 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样 用很有效的方式去管教小孩 那就可以有机会终止这样暴力的循环 当家庭已经没有办法 像过去的家庭 全面性对孩子的照顾功能的时候 那么工部门就要变成介入 透过教育 然后让这些可能未来在社会适应上 可能需要更多协助的青少年 让他有足够的资源 协助他长大 不管他的家庭是不是失能 不管他是不是有一些先天的缺陷 那这些都应该被导正 画面上这群少年 头戴安全帽手持贵帽刀线 看到小吃店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拼了命的狂K猛杂 几名年轻人在路边围着一个少年 蓝色条纹上衣的男子 突然一拳就往黑衣少年脸上挥 每次只要发生青少年 重大暴力犯罪事件 就会引发舆论踏法 包括连带对家长的舊责 谁来还受害者与家属公道 一直是社会主流的声音 然而另一方面 家庭 学校 社会各层面 如何密切配合相互资源 才是防伴青少年犯罪的长久之计 以我做青少年工作来讲 我觉得要去究责 如果真的要究责到父母很难 我觉得因为他们就是一个 存在社会上的事实 反而我自己常常 给我动力的是孩子无辜 孩子还有未来 他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因为这些孩子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真正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改变 他们未来有很长的时间 能够来贡献这个社会 工程度的 总部